很多路由器 虽然是千兆的WiFi6路由器 但实际上无线是跑不满千兆的 比如这款红米的AX6 这是我现在的测速 是连着它的无线 然后看一下它的实力 我为了为了减少干扰 我把无线鼠标都关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协商速度 这个是Redmi 5G的WiFi 协商速度是2.4G 没问题吧 这个速度2.4G 是跑到它WiFi的最大速度 然后它的这个系统版本 系统版本是这里 官方的1.10 稳定版 我刚刚更新过了 这是最新的版本 刚刚是他检查过更新的 没有更新的 然后它的WiFi设置是这样 我现在统一的全部 我只测WiFi5 统一的全部测是这个36的信道 然后信号强度是最强的 但是真的很奇怪 这种价位的路由器 也要300多块钱吧 但是就跑不满千兆 它的无线下载速度只有这么多 这是我们内网搭建的一个特速服务器 你看它上行 上行接近一千 上行比下行速度还快 再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又更低了 它这个速度不是太稳定 我再换一个测速服务器 这个 给大家做个参考 另外一个程序搭建的 我是搭建在mvme那个固态硬盘上的 速度肯定是高的 我之前买的也是这一款红米ax6 测速是一直是950左右 导致我以为是我的那个服务器 我的服务器是 这一款 会hp的一款一款服务器 我导致我以为是这款服务器带宽有损失 本本身就跑不满千兆 但实际上我换了另外一款路由器就可以跑满了 最终还是路由器的问题 ax6的测速就到这里 等一会换一款路由器再测给大家看 还是接着测速 现在这个测速结果是我换了一个路由器的 我这边桌上路由器虽然比较多 但是都没有接电 除了除了这个中间这一台 这台是主要用的 然后我把还是放在同样的位置 这个我拿到旁边去了 下面全部都没接电 然后那一台是5g wifi没有开的 不影响这个测速 然后换了一个rsa2v1k 同样的这条黄线连的那个主路由 现在就基本上能跑到993 990以上 这个才是非常接近于千兆 还是一样看一下他的连接状态 写上速度是1.7g 和刚刚的一样都是开了160的频款 但是这个是ac的ac的是1.7g 那个wifi6的ax是2.4g 所以其实理论速度这个还低一点 这一款的理论速度还是低一点 但是实测速度高 再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鼠标是没有没有关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 他可以跑满的情况下 影响不大 基本上都是接近以前 那这个还多一个 再测一下 同样的网络什么都没有改变 其实我的服务器是可以跑千兆的 只是之前测速的路由器的wifi不行 那这个这个服务器没有 这服务器肯定是千兆 我再换一个另外一个测速程序 这另外一款测速程序 测速 而且很稳 不像那个红米ac2100 红米的ax6 他有的时候是就900950这样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地方上行 上前会变到500多 下行是999 这个已经几乎到顶了 上行是1000 完全没问题 再来试一下 对 我动一动鼠标看有没有影响 我现在是没有连那个有线的 就是只是连一个无线 动一动鼠标确实有影响 确实影响这个wifi 我把手标关了再试一下 我把手标关了再试一下 就是跟和刚才的条件一样 两个手标是拔掉的 手标和接受器都是拔掉的 看这个 这一台路由器很稳 这个就是 这才是千兆 就是你起码能跑到990 不能不能说你每次跑到1000以上吗 起码能跑到990以上 我才能承认你这个无线是千兆的 你别跑个950就说是千兆的 wifi6的路由器 我测过好几款都是这么坑 它无线只能跑到950 虽然协商速度很高 但是实测速度只有950 今天测速就到这 反正路由器 这个千兆的网络的路由器 这个已经是到顶了 以后再看2.5G的吧 千兆的反正我就不挑了 这一款 这一款是千兆肯定是能跑满的 我 communion controls 我可以注意这个 那家里的衣服 是啊 这些衣服